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评测一下我面前的这一双 AJ1高班的黄胶纸配色 这双鞋啊我自己先说啊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首先呢颜值分先打一下 我可能会给9分的高分 第一呢我非常非常喜欢AJ1高班的修鞋 我觉得这个鞋呢整体外轮库看起来 是我觉得最顺眼的鞋型之一 无论你怎么喷它烂大街啊 无论你怎么喷它过时了 但是呢我跟你说AJ1尤其这种脚趾配色呢 经典永远不会过时的 好先把它最主观的分数打完以后 我们再来呢看一下其他的分数 那先说呢这双修鞋我觉得分数会给的比较高 或者我自己觉得是这双修鞋优点的 颜值呢刚刚讲过了 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品牌诚意了 肯定很多人又开始吃问号了 不就是一双AJ1吗 看起来这么普通一个调色盘而已 有什么品牌诚意可言呢 这一次的品牌诚意呢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呢鞋盒呢采用了一个整体黄颜色的设计 那这个在正常的AJ发售情况下呢 用起来是比较少的 正常来讲呢都是一个黑盒 那好多人说了这个质量不是很差吗 有什么好品牌诚意而言的呢 虽然呢现在科技很发达了呢 这个鞋盒的造价呢也相对降低 好多鞋盒呢也慢慢的开始采用这种 非常多样式的设计 AJ呢还是一直保持这种一如既往的 这种最经典的鞋盒 这个呢已经很多年没有变过了 虽然上面呢可能一些小细节 一些图案呢产生了变化 颜色呢会有一些变化 那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鞋盒啊 有几点原因 第一点呢就是它可拆卸啊 这是最容易拆卸的鞋盒 你看这个鞋盒方方正正的 那之后呢我可能会给大家出一期攻略啊 怎么把它拆成啊 然后压扁只有这么薄 这样呢当你AJ1的收藏多起来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AJ1呢放在鞋架上啊 放在透明的鞋盒里呢 那你这种本身带的纸质鞋盒扔掉也呢 也很可惜 如果你之后又想卖掉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它折叠成一个扁平状态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鞋盒的原因 第二点呢就是不得不说这双球鞋的材质了 这个材质上面呢都是一个荔枝皮 摸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我自己呢也最喜欢荔枝皮的这种手感或者是脚感 正常来讲呢我会给AJ1的材质呢 一个7.5分左右的评分 那如果是荔枝皮呢 我会把这个评分提升到8分 好下一点我要讲的呢就是这个配色方案了 我旁边呢有一双这种bright toe 就是黑红脚趾也是最经典的配色之一 你可以看到呢 这双鞋呢完全就是直接呢 把红颜色换成黄色而已啊 包括鞋舌上面的标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这个标呢是一个白底啊黄颜色的 哎我说的可能不完全对啊 那这个黑红脚趾呢其实是一个黑底红颜色 那除了这一点点小细节不一样以外呢 这双鞋呢其实已经采用了一个最最最最经典的配色方式了 我是挑不出任何毛病了 你知道呢其实最近的aj1呢调色盘的方式呢 已经处于一个近乎疯狂的状态 比如说之前的麦当劳配色呀 兄弟会配色呀 也是出了好多个这种奇奇怪怪的配色 那这次呢能够回归经典回归正常呢 出一个这种看起来最睡眼的配色方式呢 我认为也是品牌诚意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于品牌诚意要讲的最后一点啊 就是这个黄颜色的配色呢 其实在aj1的高帮球鞋里呢还没有出现过 这一次呢也是一个OG款 综合以上刚刚讲过的种种原因呢 这双球鞋的品牌诚意 我是可以给一个8分到9分的高分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呢是一个黄脚趾的OG款 同时采用了一个经典的配色方案 我认为它的收藏价值呢 我可能也会给一个8分左右 像我呢这种比较喜欢aj1高帮球鞋的人呢 又喜欢收这种脚趾系列 你看到我旁边还有一双绿脚趾 那这一次的黄脚趾呢 我认为是必收的 没有任何的悬念 好讲过了优点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这双球鞋的缺点 也是相对评分比较低的 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没有特别拉胯的分数选项啊 由于这双鞋呢 美国还没有发售 在当前去评判它的投资性呢 只能去参考亚洲以及欧洲的在售价值 目前看起来呢是一个倒闭的状态 但是呢我跟你讲 这双鞋呢 如果你肯囤一来两年左右的周期 我相信呢 它的价值应该会逼近我旁边的绿胶纸 那双鞋呢 好多尺码已经涨到了六七百美金 这双鞋呢 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夸张 但是呢 大部分尺码啊 在四五百美金左右 我觉得长期来讲还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即使在美国没有发售的情况下 即使现在呢 亚洲市场是一个倒闭的状态 我还是会给它的投资性 一个六分左右的及格分数线 我认为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投资选项了 如果你能够以一个原价以下的价值 去收集双呢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香的 好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相对比较拉的 但其实分数呢 也算是比较高 就是它的穿搭性呢 我可能会给一个六分到七分 毕竟呢 黄颜色的球鞋非常非常的跳脱 如果你想找一个街上看起来颜色 最亮眼的颜色 最吸睛的颜色 我觉得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荧光粉啊 排名第二的可能是荧光绿 第三呢 基本上就是黄色了 所以呢 它是非常挑衣服的 如果对于它的穿搭呢 建议呢 可能就是一个一身黑啊 或者是衣服裤子相对比较纯色 不那么跳脱的 让球鞋呢 成为你一身穿搭里最重要的亮点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综合而言呢 我感觉这双球鞋 肯定是一个接近75分的存在啊 大家不要觉得75分是一个很低的分数 我之前呢已经讲过了 我对于球鞋评测的一个公式 一共10个选项呢 这10个选项里呢 有很多选项呢 是相互制约的 所以一定不会有100分的球鞋 那75分呢 在我评测过的 可能100多双球鞋里呢 也算是非常高的分数了 我自己的个人 纯主观推荐指数呢 可能会给到9颗星啊 没错 我认为呢 从收藏自穿 包括投资性上来选呢 这双球鞋都是好鞋 好那讲了这么多呢 我们马上看一下 这双球鞋在户外的光线下 上脚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